我聽聽 好吧 反正我只是要證明說 外面有其他女孩子 三人OK啊 結果王小平把他講了 兩人好了吧 兩人你再給我討價還價 我跟你講我電話直接掛掉好了 我就跟他講我直接直接就掛掉 沒什麼好說的 我今天能接你的電話 你還要跟我討價還價 這張畫面 這張是我曝光的這張畫面 我就很明白地告訴大家 這個女孩子不是張妮妮 這個女孩子不是張妮妮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汪小菲在幹嘛 其實很明白 他整個撲上去 跟這個女孩子就在沙發上 這是個KD 就搂青了起來 女孩子的手就在哪裡 就在汪小菲的下午 就在汪小菲的下午 如果說 王小菲你絕對不是妳 你說這是背面 沒關係 我們今天有講 就是要給王大王爺 正面照片 第二張 我相信大家都不過身 這一次 我就沒有把後面全都拉拔了 這張畫面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王小菲是直接倒臥 在沙發下面 而且 他就直接在這個女孩子上 身上的位置 他在一邊拿著墊 一邊打著墊 打著墊 這個房子 是哪裡呢 你們知道這房子是哪裡嗎 就是他當時的大S的新聞房 小菲 很常把女孩子帶回家 都在大S不在的新聞房 這張照片注意 第一點 當時 他的司機在哪裡 來喔 大家眼睛亮一點喔 他的司機在這裡 大家看到沒有 你們有看過司機 能在老闆旁邊 這樣倒在沙發上面的嗎 你們覺得有可 有這種事情嗎 有沒有可能 我頭一回看到 還真沒有看到 所以我說了 汪小菲望面有多少年 汪小菲有沒有出軌 他的司機姓琴 他最明白 他最不要緊 因為過去 我們一開始拍到張雲 上了汪小菲的車 誰開門的 就是姓琴的這位司機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 這個女孩子 不知道 不知道 好像 沒關係 你們不知道 但是我現在讓你知道 那這張畫面呢 有選機 選機在哪裡 在外面除了這個 好這個漂亮的女子之外 除了這漂亮的女子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司機 就直接到我在沙發上 那汪小菲其實 根本就不擔心 他的司機知道這些事情 他根本就不把這些事情放在你 所以你說 王小菲為什麼常常被人家拖拍 王小菲為什麼常常被人家 爆料說有這樣的照片 你們現在知道為什麼嗎 這張照片 你覺得大S有沒有在這個房間裡面 所以哪來的大S爆料 這完全是不通的 好 再來就是 這裡有一個長頭髮的女孩 這個人是誰 我很懷疑這個人就是台照的人 我怎麼知道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就是沒有截圖過的畫面 這畫面正中間就是這個畫面 正中間的時候 手機如果拿第一名的話 剛好正中間的位置 這邊就是我剛剛說的 有個人在這個地方 這個人很有可能就是台照的人 所以 王小菲你也不用再問我們說是誰爆料 誰爆料不重要 你先看看 你到底會是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被人家被你拍的動作 有被原來的拍照片 拍照的人不見得是跟我爆料 我必須要跟你說清楚 這張畫面 我們很清楚的拍照 王小菲就直接把這個女孩子給擁抱住 而且她就依靠在沙發的邊邊坐著 那這個女孩子當時 因為我要保護女孩子 所以我就把她的眼睛拿下來 這個女孩子當時 我今天一起來看 幹嘛 大家喝起來喝酒 這個下個動作是什麼 就是情人 這個時候已經請到女 再下去就請醉 這個時候 請來到後患 我沒關心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們今天想來學習